兩天一夜的旅程被迫結束 提早回家了 一下遊覽車大家都相當疲憊 根本沒有心再玩第二天了 甚至還有人哭紅了眼 原本第一天早上先出發 往太平山正要下山 還沒有到下一個溫泉景點 卻在半路發生反覆以外 里長回想起 本來要招待志工團去旅遊 行程早在兩三個月前就排定了 只是車臨時被調度 兩輛遊覽車都不是當初講好的公司 一台是 沒出事的那一台是對不對 對 這一台是另外臨時調台 針對車輛是否有問題負責人表示 我們都還不知道 九月多的時候就才驗 九月多才做九台 實際到遊覽車公司發生意外 隔了一天大門依舊緊逼 沒有對外說明事後要如何處理 但其實在幾年前 遊覽車公司有曬出出車前都會進行檢查 這回卻意外發生事故 公車還有國道客運或者是遊覽車都很缺遠 那有可能就是他這個月的班次都已經排滿了 可是突然間又增加了其他的旅遊需求 那這個趟次他沒有辦法 他公司已經飽和了 那他必須承認給其他家業者幫忙去跑 生意上門但還是要符合勞基法 因為就怕駕駛超時工作疲勞上工更危險 像台灣一萬車是車多就值得不成比例啦 現在司機很難請 像我們公司現在有四台車請不到司機 疑似就是像這樣種種因素不斷累積才會出現 跟原本訂好的車不同的狀況出現 到底是不是因為臨時調度出狀況 相關單位還要調查理清 TVBS新聞正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